香港面积狭小,徒弟稀缺昂贵,很难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 近年来,特区政府为保护本地农业将许多已消失数年的特色物种巡回并继续生产。 1月4日,多款富裕鱼农产品,亮相在香港举办的2019年本地鱼农美食嘉年华,其中最具特色便是褐索白菜。 它曾经在香港民造议时,在消失30多年后,再次和市民见面,售价15至20港元一斤。 褐索白菜是本届嘉年华的核心产品。 据香港特区政府渔户署农业主任陈以民介绍, 褐索白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质量上加,深受市场欢迎,名满香港。 此品种是当时由新界坟岭贺索村,一位邓姓农友,在诸多矮角白菜里悬育而成, 是非常适应香港水土气候的特色蔬菜。 和其他矮角白菜不同,褐索白菜叶子呈莫绿色,带有皱纹,叶脉明显,底部肥厚而浑圆,入口计划没有纤维感。 但到了80年代,香港本地农业是威,褐索白菜在农夫气更下失传。 虽然后来市面上也有农户卖打着褐索白菜标签的菜,但早已不正宗。 特区政府渔户署为防止这款蔬菜失传, 2012年联合本地育种专家联手开展富裕计划, 搜集市面上褐索白菜种子,交由农场统一培植, 经过三年的努力,成功培育出最贴近上世纪褐索白菜特征的植株。 他这个褐索白菜呢,他这个有一个,在市面里面他有个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个褐索白菜呢,是我们香港的本地的民种。 所以一般的市民还有其他的人呢, 他看见这个,你标褐褐白菜,原来跟以前的不一样呢, 他心里就不高兴了。 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一个浮育的过程呢, 它是有意义的。 另外一重意义呢,就是从那个保存这个本地的种子的那个角度, 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地区, 它们都有不同的地方的两种, 那么这个两种呢,它特别是适应那个当地的气候, 和可能比较抗那个当地的病虫害, 然后它这个基因里面呢, 它就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那个性状, 就是应该保留的。 所以它这个从那个生物多样性的保育的角度,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除了富裕蔬菜, 鱼护鼠近年也在富裕香港土产珍珠。 香港曾有千年以上的采猪历史, 但采猪业在近代销声匿迹。 鱼护鼠正在培育两个特色品种, 分别是被称为猪螺的马士背, 和被称为鸭螺的企鹅背。 香港鱼农美食嘉年华, 由1月4日至1月6日举行, 是全港规模最大的鱼农区, 有超过390个摊位展销本地鱼农产品, 现场热闹非凡, 人潮满满, 许多市民前来采购实惠年货。